在此非常荣幸的在2021年6月20号上午 向全世界的同胞们 我再次发出所有的警告 在发出警告之前 我再次重申 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行为都不代表中国人民 现在最核心的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获得准确的情报 第一条 共产党正在试图 在未来可能今年的夏天和秋天交接之际 要在美国和欧洲西方再次释放冠状病毒 而且这次释放病毒的危险性一定比上一次还高 我们有准确的情报 我们得知共产党非常的清楚 西方的G7集团会议之后 全世界人民由于几百万人的死亡 数以一纪人感染了病毒 全世界的各界要求获得真相的同时 共产党已经很清楚 真相最终是会被查出来的 政治勾兑和政治收买和威胁 已经可能起不到作用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 当西方真的要接近真相的时候 他们要侵占台湾 所以现在他们做出了一系列的 军事和政治上的部署 内部的会议清楚的决定 只要是西方用大量的经济制裁 甚至在发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 共产党就要把这个生化武器用尽用绝 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话说 既然这个武器是为美国人和白人研究的 我们就应该把它送到美国去 我们在印度使用的非常成功 我们应该在美国在欧洲 让它更加的成功 而且应该无所顾忌 既然要用 就要用到敌人怕 用到让敌人恐惧 这样的决策 共产党在过去都干过 希望西方的所有的精英们在看到和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们能做好预防和防护 同时最高层决定 在病毒释放之后 当世界上关注病毒真相的时候 共产党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发动战争 收服台湾 让全世界的关注点 全部关注在台湾事情上 而不去谈论病毒 让中国和世界西方国家进入一个战争状态 进入战争状态以后 用战争的国际关系 所谓的战争 最终都是用政治和经济做交换来达到解决的 用战争转移视线 掩盖掉共产党制造病毒的真相 通过战争跟西方之间达到和谈 最后包括病毒真相的追究责任的结果 感谢观看